再怎麼抱怨 還是塞車 機車騎士乾脆把車牽上人行道 用推的比騎還快 另一頭馬路上 所有車輛擠在一起 像是大型停車場 一號晚間 內湖南港汐止 無風無雨 卻出現大塞車 原本十分鐘車程 變成一小時才回得了家 就連一旁汽車修理行老闆 都沒見過這種情況 選擇提早關門 免得自己都回不了家 東湖港湖汐止 一號晚間大賽車 民眾紛紛把矛頭指向 臺北市政府 因為下午五點關水門政策 連結新北與臺北之間 重要的基隆和體外變道 無法通行 到了下班時段 車潮無處分散 昨天下午五點的時候 雙北並還沒有正式宣布 明天要停班停課 難道我們臺北市政府 沒有一個更彈性的時間嗎 市議員陳佑誠 也在臉書PO出 有民眾就醫都受到影響 北市府也被質疑 關閉水門是在傍晚五點 但新北市則是晚上十點 才全部關閉 為何雙北不同調 我們水門關閉當然都是 因應我們臺北市 這個整個整體的狀況 來做機制的啟動 山陀兒來襲 考驗地方政府應變能力 若處理不當 反而造成更多民怨 三立新聞李昊張俊德 台北報導 看一下 去 中文字幕——YK